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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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要去富士山河口湖 我们是从新宿东达河口湖 然后走来这边 现在要去9号10号 我们是从JR东日本官网购买JR Pass 广域周邮券 在官网预约想搭乘的富士回游测次并化位 从新宿直达河口湖测程大约2个小时左右 我们大概出发前一周就预约了 虽然富士回游也有不需事先化位的位置 可以现场找有亮红灯的位置 但班次蛮少的位置很容易就客满了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化位 资讯栏有相关时刻表可以参考 想看我们第一天用广域周邮券到清景泽的交通 可以参考右上角这支影片 想知道如何在官网买周邮券 周票机器取票的资讯 可以看资讯栏的影片 这支在列车上面看到的富士山 超级壮观 超级幸运的 一下车就看到那个富士山 这支河口湖站 河口湖站外面有巴士站 总共有7条线 那我们今天要搭的是红色线喔 我们现在搭一个公车 红色线的公车 大家如果坐这个公车啊 它这边都会有一个机套机 好像我们是要开很多号下车 那它也会用中文弯弯面上的 而且这个红车很彩喔 看它的地板是这种厚头的 酷喔 第一次看到河口湖 感觉这边四季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美 然后如果是自驾的部分 这边也有停车场 感觉很方便喔 我们刚刚坐这一台下车了 看着S哥走喔 现在体感温度应该20度吧 但我们以为很冷 里面还穿了花乐衣 然后穿毛衣 再穿了一个被子 刚好今天太阳很大啦 不然应该也是很冷 哇你们看 欸这边的枫叶都还没凋谢欸 啊我们昨天去那个清景泽河调光光 哇 天呐 哇我们要走上去这里搭栏车 大家在排队 前面这个缆车有需要什么事先做预定还是怎么样吗 没有欸我会在这里买票 提供大人小孩的费用给大家称口 那边的话有那个人工的窗户 你先点番提 然后反正刚刚有一个我们是 哦再示范一次 点番提 然后缆车的 或者缆车加船缆车加车票 缆车加地铁的 那我们是只要买缆缆车 然后我们就往返按大的两张 那就出现一千帕之后按决定 然后按现金 还有哦 哦蛮多只铁的啊 这样就有了齁 对 缆车的票上面有可爱的狸猫跟兔子 地板上也有他们可爱的脚印 去看 在这一边 才有国家的窗户 在这边 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这个窗户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诶 它下面这个石头 它是有给它黏在一起 不是碎石的诶 它就不是闪的那一种 好酷 对 有点博悠路的感觉 它有参观路线诶 它有两边 四十时刻富士山又被遮 被云遮住了 反正富士山本来就是变化万箭 哇哦 我们刚刚走上来 这边就有一个 料望台 然后有一些望远镜 然后还有小小的神社 跟一间茶屋 这个就是小小的 毛兔神社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就是因为 这边会有很多的登山客 那兔子的话他们有强壮的双腿跟很聪明的智慧 就是这个神社就是要保佑这些登山客 可以就是健康 然后又有智慧的前进 这边很多小兔子哦 他们也有这个机器 然后一样有中文可以选择你们要的产品 然后直接投钱 之后呢 在这边排队取货 你看 超多人的 我们买了猪肉卷饭团串跟酱油团子 团子上面还有富士山的logo 这个吃起来超好吃 超Q的 冰淇淋吃起来也很浓 很推 猪肉卷也超好吃 咸度适中 还有淡淡的米饭香 橙色有贩卖团的土器皿 据说只要投进圆街里就可以许愿 可以获得良缘哦 这边还有那个 你可以用你的生日 然后就有富士山 好可爱哟 有不同颜色 这边就是和客湖 那可以看到附近真的有很多饭店 然后现在的景色啊 超好 这个树木的颜色是丁分 选一家 喝咖啡 这家拜托大家来一定要排进并买半所礼店 饼干吃起来松脆不硬口 最推原味跟抹茶的口味 好吃到吃完又回去买来送人 旁边有一个小餐车有卖富士山的鸡蛋糕 下次一定要带回来吃看看 这边怎么吃 我们刚刚坐完缆车 买完半船 现在我们要在下集点站 它里面是很特别 有一个商店机 然后可以拍步期待 蠻複古的 下面也是墓地板 然後他的那個椅子 你們可以看 有很多動物山 超Q的 然後椅子還蠻好做的 就是這一種 一出車站 這家便利店有點複古 這邊只走是嗎 一直走一直走 前面就是商店街囉 這邊的商店街就是蠻復古的 這條街的話就是夏吉田站最著名的 他就像那個 我們在瑞士拍那個 馬特洪東有一個小鎮 那這個小鎮 這個街道的話就是可以讓你拍 東間的富士山 等一下再補一下被雲遮住的畫面給你們看 這天最美妝不足的就是來到商店街 卻沒有拍到想要的畫面 沒關係 我們留有遺憾 下次再來 還好我們早上有拍到很清楚 沒有雲覆蓋的富士山 因為我們後面不管是坐染車 或者是現在要來拍這個 商店街的富士山 全被雲蓋住 所以人家都會說富士山真的是千變萬化 就是你要拍到無雲的狀態 真的是要碰運氣 真的是要幸運爆棚 終於歷經了好幾天 終於拍到一台火車車頭 常常措手不及 這台車也是木地板的 這台車也是木地板的 真的耶 真的耶 哇 這地板是跟仿舊 我們現在在一個就是看Google品溫來的那個 河口湖車站前對面 二樓 來這邊吃個飯 這邊網路上說是兩個老奶奶 經營的 然後餐點便宜又好吃 好剛才看了有什麼咖哩啊 你有看到那個麵嗎 有 我們吃一個這個 這個是當地的那個麵 它裡面有海鮮嗎 這是一瓶子 那天啊 你會喜歡這麵嗎 其實你有沒有很稍為 那味道很濃 那味道很濃 嗯 我也很濃 我來看 嗯 吃下的沙拉 很大一百 嗯 嗯 你會喜歡的嗎 嗯 來了來了 啊 幫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有南瓜麵條 這有點像那個糟糕麵 很像台灣的糟糕麵 是不是有點類似長棒麵那種 我來吃看看這個 麵條 很Q欸 就是糟糕麵 嗯 感覺蠻營養的 我們剛剛吃的餐廳呢 在車站一出來 這邊 然後我們就過馬路到對面 然後從側邊的這個樓梯上去 在二樓 然後結帳算很特別喔 在一樓的商店結帳 然後那邊也有些伴手禮可以買 夫妻三一日有結束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部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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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